《同名状》是2007年规模最大的电影 投入3亿成本 牛德华 李廉杰 金城武三位剧情主演 超过3000人的群众演员 这样重量级的剧组阵容 就算放到现在也是不可多得的 然而本片在内地上映后 却被删减16分钟 导致口碑票房双十里 甚至被无数观众骂为烂片 后面删减片段曝光后 才发现这部电影有多经典 《同名状》算是有三个版本 我们常看到的就是110分钟的删减版 还有一个版本是125分钟 删去了最后一分钟镜头 而真正未删减版也就是126分钟 通过删减片段 我们知道电影是回溯叙事 电影的故事是以江舞阳的角度 在审讯时讲述 所以电影才会多次出现江舞阳的旁白 还有一些大尺度的画面 如两个小兵强暴民女出现漏点镜头 不过这些都是一些五官紧要的内容 删减也不影响剧情 后面的删减才是最重要的 本篇名为《投名状》 而《投名状》不是三人兄弟 简单磕几个头 它就相当于一个生死契约 就如最后江舞阳因《投名状》 刺杀彭青云 可能观众还不知道 在闹《投名状》之前 通常要做一件法外之事 电影对这段也有表现 兄弟结议 要每人杀一个外人 已是忠心 从此兄弟的命是命 其他的皆可杀 观众都喜欢的男主角 去做一件那么残忍的事 挺多争议性的这场戏 在不同的阶段 从编剧到投资方 都有质疑过 这场戏应不应该存在 苏州沙翔 赵二虎和庞青云的争执不下 最后赵二虎被打昏关了起来 庞青云下令射杀响兵 士兵们边哭边放箭 而庞青云流泪的镜头被删了 这个镜头揭示了庞青云的内心活动 少了这个流泪的镜头 庞青云成了铁石心肠 也使得这个角色备受争议 我答应过要让他们活着 兵无厌诈 最重头的一场戏 是江五阳因刺杀庞青云 被凌迟处死 公映版中只有字幕表明 而在完整版中 有一段江五阳被凌迟的镜头 这段戏删去对情节也有影响 庞青云被杀倒地后 露出笑容向江五阳说 投名状 除了兄弟情的回归 还有个含义是 庞青云知道江五阳必死 希望他能对见 不求同生 只求同死的诺言 自行了断 免受凌迟之苦 但江五阳不理解庞青云 所以被凌迟了 而凌迟的画面删减 还浪费了金城武的演技 仅用面部特写 就把痛苦表现 演绎得让人惊叹 而直到受刑的时候 他才理解了庞青云 也因此受到身心的双重凌迟 肉体的痛苦已无关紧要 埃莫大于心思 只可惜这段长达四分钟的镜头被删了 就连导演陈可欣都说 这是金城武演艺生涯最好的镜头 如果保留的话 金城武也能拿个影帝 在这部《投名状》中 三位兄弟可谓是定位明确 庞青云出身草莽 狭义为先 赵二虎 好生洒脱 江五阳情深义重 这几位人物被塑造的有血有肉 这不仅得益于编剧导演的功底 也是演员的精湛演技 因此电影上映后 包揽金像金马全部大奖 陈可欣获得了最佳导演 李连杰得了影帝 只不过电影票房就没那么好了 三亿的投资成本 票房就只收获了2.02亿 其中刘德华和金城武 各分走1600万和1200万片酬 李连杰一人拿走一个亿 当时李连杰片酬消息流传出来后 娱乐圈瞬间炸开了锅 毕竟他拿走了三分之一的制作成本 可殊不知 陈可欣原本是想拿1.2亿 邀请李连杰 一亿还是李连杰给的友情价 其实彼时李连杰在好莱坞的身价 就已经达到了1.2亿 并且在海内外都有很高的票房号召力 所以陈可欣也认为 物超所值 为什么就是李连杰来到 使这个电影 整体的提高了这个制作费 其实他没有吃掉我的制作费 他只是给我带来更大的制作费 更大的制作费 而也正如陈可欣所言 出天假请李连杰也不亏 投名状是陈可欣 第一次拍的大场面电影 当时很少投资人与他合作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投资人 但这位投资人声称 要让李连杰出演 他才愿意出钱 有了李连杰之后 拍摄时又难住了陈可欣 由于拍摄时正值冬季 天寒地冻 屡屡遭遇车祸封路 导致拍解军梁这场戏 预计7天拍完 结果拍了一个月 关于电影动作设计 陈可欣请来了陈小冬 做动作指导 可没多久两人就产生了分歧 陈可欣的需求是战争的真实感 烧起刀落 两军肉搏 但陈小冬善成的是 让演员吊着威亚飞着打 这种分歧贯穿在 影片拍摄的四个月之中 陈小冬也是位大前辈 自然不满于陈可欣 外行指导内行 因此陈可欣很苦恼 一度想退出导演职位 可谁让剧组 还有男主角李连杰呢 李连杰也很熟悉武术 又担任导演的经验 陈可欣有需要 就去找李连杰 让李连杰和陈小冬吵架 李连杰自然很乐意销劳 毕竟放眼整个影视圈 有资历和动作导演 吵架的演员不多 我想我是可能在 电影圈里少有的几个人 可以跟动作导演拍摄 所以导演一有苦衷 就往我房间里跑 敲门就跟我 因为导演头一次拍动作 他有很多语言 可能他的想象力 跟真正的拍摄不一样 陈小冬都是兄弟 我们可以真的拍桌子 瞪眼睛 可以骂得 狗血喷头大家 把它走出来 我们是希望一个作品 除了导演出现分歧 拍摄时群演也是状态外出 饰演士兵的演员手里 都拿着武器 虽说都是道具 但几百人的战争 打到场面 还是很难控制的 一次陈可欣到现场 看到场面打得很真实 了解之后 才知道现场是真的打起来了 为避免此事再发生 陈可欣就把这场群演人数 从七百减到了三百 值得一提的是 拍头鸣壮时 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片中李连杰 刘德华 金城武三人 发现手下兄弟 侮辱民女后 把他们杀了 一井笑游 可当时拍完第一条后 陈可欣对两位女演员的表现并不满意 因此便让剧组重新找演员 可寻了半天 也没找到合适的 为了不耽误时间 陈可欣就想到一个主意 找两个体型销售 有演技的男孩代替 再戴个假发 观众肯定看不出来 只不过最后就找到一个 于是有人又说 导演陈可欣是长发 很适合客串 奈何他死活不同意 立刻改说 之前两个女孩中 有一个也能将就 真女人 那你马上帮她欢迎我 那个 刘一个女人 刘一个女人 觉得哪一个比较 这背影 没笑啊 大家不小心没笑 原则我们看到的正片中 破门而出的民女 其实是一男一女扮演的 事后刘德华还调侃李连杰说 你这兄弟该啥 敢跟你抢男人 像这么严肃正经的一场戏背后 竟出现个大乌龙 以后再看这场戏 属实令人难以知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